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跟大家见面了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精彩故事 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佳音俯姑 故事呢 讲的是古时候一个叫张佳音的女孩 从小啊 跟着三个哥哥长大 后来哥哥们去世 她独自一人挑起家里的重担 嫂嫂去世后 她决定自己不嫁人 专心抚养哥嫂的三个孩子 她一个弱女子 在那个封建社会是怎样做到的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安安静静听故事 佳音俯姑 明朝的时候 在池州有一户姓张的人家 他们家有个女儿叫佳音 佳音很小的时候 父母就双双去世了 好在她家里还有三个哥哥 父母去世后 她就同哥哥们生活在一起 后来啊 哥哥们结婚成了家 嫂子们对张佳音都很好 在哥哥嫂子的照顾下 佳音在一天天健康地长大 有一年 张佳音的三个哥哥 欠下了朝廷的赋税 家里也没有钱 为了避免牢狱之灾 他们就一起逃到了外乡 想在外面积累一些银钱后 再还欠下的赋税 但不幸的是 这三个哥哥 却在逃亡的路上 染上了疾病 都死了 张佳音三个哥哥死亡的消息 传回了家乡 三个嫂子都慌得不知道怎么办 一个嫂子就说 他们死了 倒是想服去了 我们可怎么办 我们这三个寡妇 不仅要抚养还在吃奶的孩子 还要还他们欠下的赋税 我们这颗怎么活下去呢 说完 三个人就一起嚎啕大哭起来 三个孩子看见自己的母亲在哭 也都跟着哭了起来 张佳音听了 急忙安慰乱做一团的几个嫂子 说 我想嫂子们还是专心照顾几个侄儿吧 其他的事情我来料理 衙门的人来催妇睡 可能会惊吓到几个侄儿 你们还是回娘家吧 我一个姑娘在家 让他们也不会拿我怎么样 于是 张佳音的几个嫂子 就都回娘家了 张佳音送走嫂子后 就一个人留在家中 看守着门户 同时 还要应付衙门来催妇睡的人 为了能早日还清欠下的妇睡 她一边用自己支布挣的钱还一些 一边养求衙门的人减少一些赋税 那些衙衣们来过几次后 也觉得没有什么油水可捞 就想多少拿一点算了 就把赋税 张佳音非常地高兴 她拿出了自己的积蓄 又向别人借了一些 终于把赋税还上了 把家里的事情解决了以后 张佳音就请邻居的大伯赶上马车 亲自到三个嫂子的娘家 把嫂子们一一接回了家中 嫂子们很惊讶 张佳音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 就能还上那么多钱 但想到以后没有人追债了 能过上消停的日子 他们也都非常高兴 没想到过了不久 三个嫂子就因病去世了 留下了三个年幼的侄儿 张佳音叹息着说 他们是我们张佳的子孙 假如我不管他们 他们一旦出现什么意外 就势必会断了我们张佳的血脉 我想我这辈子 就不嫁人了 好好照顾他们吧 从那以后 如果有人来家里给他提亲 他都会直接拒绝 他告诉别人说 哥哥嫂子都去世了 留下这三个年幼的孩子 我不能不管 在把他们养大成人之前 我是不会嫁人的 我现在除了好好把这三个孩子带大 也没有其他的心愿了 从那以后 他就专心地在家照顾这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在张佳音的照顾下慢慢长大 他们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懂得帮自己的姑姑干活 等他们成人之后 一个个都非常聪明能干 后来张佳音又给他们选了好人家的女子做妻子 可这个时候 他自己却已经老了 于是他一辈子都没有嫁人 而是一直和自己的侄儿们生活在一起 我们今天的故事又讲完了 大家听了故事 是不是很佩服张佳音呢 古代的人们都要交很重的赋税 如果交不上就回去坐牢 佳音的哥哥为了不坐牢 逃难的路上出了意外 佳音为了让嫂子安心抚养侄儿 自己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她很有担当 也很聪明 很快换上了赋税 嫂嫂去世后 她又为抚养侄儿 容身不嫁 为了家族的延续 佳音牺牲了自己的幸福 小朋友们 在我们的生活中 也会遇到很多的挫折 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但是不管发生什么 我们要向佳音学习 要有担当 要坚强地面对生活 机智 勇敢地去处理问题 相信小朋友们 一定可以做好哦